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首先咱们还是拿卷积神经网络跟咱们之前讲过的神经网络先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大家可以看就是说平面左边的这个是一个A图,右边呢这是一个B图 这个A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那种经典的神经网络结构 B图呢就是咱们一会儿要说的这个卷积神经网络 大家先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A和B有什么区别呢 咱们先玩一个找别扭的游戏 可以说这个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就是说好像来说这个A图看起来是一个平面的结构 这个B图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立体的结构 那么这个立体说明件什么事 就说明了在咱们卷积神经网络当中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深度 大家要记住这一点 就是说一会儿呢咱们要格外的注意 卷积神经网络当中啊有一个深度的概念 这个概念会贯穿到咱们整个的卷积神经网络当中来 好那么首先啊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卷积神经网络组成 可以看啊就是说下面这几个就是咱们卷积神经网络啊 它由哪几部分组成 首先呢它有这个输入层跟咱们神经网络来说啊是一样的吧 咱们神经网络也是需要进行一个数据的输入吧 就是咱们的data层 然后呢它有一个卷积层 诶好像这个卷积层咱们还不太熟悉吧 听着这个卷积的名字啊好像有点难理解啊 没关系咱们一会儿啊会给大家非常详细的解释 这个卷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激活函数 这个激活函数啊咱们在神经网络的课程中啊 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比如说这个sigmod函数 这个软路函数啊 大家应该对这个激活函数啊 现在应该是比较了解了 然后呢它有一个驰化层 这个驰化层啊看起来好像是更难理解的样子 其实啊也是很简单啊 一会儿咱们也会再去细说 然后最后啊还有一个全连接层 这个全连接层呢就是说 咱们之前讲的神经网络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啊 它就是一个完全的全连接结构啊 也就是说咱们之前讲的神经网络啊 它就是一种全连接结构 也就是说呢咱们现在啊有哪些知识点 咱们还没有讲啊 其实啊就是差了这个卷积层 还有这个驰化层 所以说呢一会儿啊 咱们的重点就是这个卷积层还有驰化层 其他一层啊咱们之前都讲过了 在这里啊咱们就暂时先不说 咱们把重点啊放到这个卷积上面来 好那下面啊咱们就先来形象的来说一下 这个卷积究竟干了一个什么事呢 如果说啊就是说这个卷积啊 从咱们的概念上啊 咱们拿书本上的概念来解释这个卷积啊 非常难于理解 那么下面呢我就做这样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啊 大家通过这个比喻啊 来去了解一下这个卷积呢 到底干了一件什么事 假设说啊现在咱们有这样一个输入 它是一个32乘以32乘以3的 也就是说呢咱们现在有一个图像 哎这是它的一个大小 3呢代表它的一个深度 这个32代表高 这个32代表它的一个宽 然后呢咱们有啊 假设说咱们有一个filter 这个filter啊我就用拿f来表示吧 这个filter是什么啊 咱们暂且把这个filter当成是咱们的一个助手 咱们的这个助手啊 要帮咱们做一件什么事啊 它要帮咱们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啊 注意到这一点 就是说咱们现在啊 手里有一个叫做filter的东西 咱们暂时呢把它当成一个咱们的助手 它呀就要帮咱们 在这个原始的输入图像上 在这个32乘以32乘以3的这个输入上 帮咱们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 但是呢它提取特征啊 有点跟别的提取特征方法不太一样 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的这个filter助手啊 它怎么提取啊 它首先会将咱们的输入啊 划分成一个一个小区域 这里啊我来标个号 比如说我这里画一下 就这么画吧 比方说啊这块有个一号区域 这块有个二号区域 这块呢有个三号区域 这块有四号 然后啊五六 然后七八啊 往下不画了 也就是说先把咱们的输入啊 分成几个的小的块对吧 分成了几个小块之后啊 咱们得助手 就要帮咱们在每一个小块上 进行一个特征提取 咱们这里啊 假设先拿这个一块 先把这个一拿出来 假设说啊这个一块 它是一个五乘五大小的啊 咱们先说一个二维的情况下 在一个二维的情况下呢 这个一号区域啊 它是一个五乘五大小的 然后呢咱们这个filter 就在这个五乘五的大小区域上 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 在这个区域上 它会帮咱们找出来一个 可以代表着这个区域的一个值 比方说用三这个值 代表着这样一个区域 也就是说 咱们要对这个区域啊 进行提取特征 提取完之后呢 咱们是得到了一个值 咱们用三这个值啊 就代表着咱们当前这么一个五乘五的区域 也就是这样一个一号的区域 然后呢 这个一号区域提取完之后啊 它还要对二号区域 三号区域 四号区域 以及呢 五六七八 直到啊 把咱们这个输入所有的小区域 都进行完了一个特征的区域 我们可以看 其实啊 咱们现在只标到了五六七八 它还有这个九十十一 一直到啊 咱们把输入所有的区域 都给它标完后了 对于所有的区域啊 它都会进行同样的特征提取方式啊 也就是说 对于二号区域 这么五乘五的小区域啊 它也会进行一个特征提取 比方说 提取出来的特征是二 三号区域 提取出来的特征是一 然后四号提取出来的特征是六 这里的三二一六啊 是我现在假设出来提取的一个特征值 咱们一会呢 会给大家详细的说 这个特征值啊 咱们该怎么样给它计算出来 现在呢 我希望大家对这个卷积的操作啊 有一个直观上的理解 咱们从流程上先知道 这个卷积呢 究竟干了一件什么事 那么大家现在也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 通过这个filter助手啊 帮咱们把原始的区域 进行一部分一部分的特征提取吧 比如方说 一号区域 找出了一个概括值三 二号区域找出了一个概括值二 三号呢 找出了一 然后四号找出来六 也就是说呢 在咱们原始的输入上啊 把咱们的原始输入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变 一系列改变之后 咱们得到什么 咱们得到了一个东西 叫做特征图 大家注意点 这个东西啊 咱们叫做特征图 也就是说 咱们的输入啊 经过完这个卷积之后啊 得到的东西就叫做一个特征图 这个特征图啊 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这个特征图 上面每一个值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这个三二一六 比方说啊 这个特征图上 这么画吧 这个特征图啊 这个值就代表着一号区域 这个值代表二号区域 这个值代表三号区域 也就是说呢 卷积完之后的结果啊 就是原始图像上的一个 概括性的代表啊 可以这样来形容一下 这是啊 咱们卷积之后的结果啊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 现在呢 假设说啊 咱们的输入是一个 32乘以32乘以3的 然后呢 咱们有一个 5乘5乘3的filter 这里啊 需要大家注意一点 咱们刚才举例子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 假设说 咱们是一个二维的情况下 但是实际上来说呢 咱们操纵的东西啊 都是一个三维的情况 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卷积神经网络当中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一个深度的概念 首先呢 咱们的输入是有一个深度 等于3吧 然后呢 咱们这个filter助手啊 它也是有一个深度 它也是3 这里呢 咱们有这样一个前提 就是说 咱们这个filter的深度啊 一定是跟 它连接的输入的深度 是一模一样的 假设说 咱们现在的输入是一个 32乘以32乘以3的 那么咱们的filter啊 最后这个深度啊 也一定是3的 这一点啊 是一定不会变的 假设说呢 它是一个32乘以32乘以10的呢 那么咱们的filter大小啊 也是一个5乘5乘10的啊 就是说 最后的维度啊 它们应该保持着一致的 那么下面咱们来看 就是说 假设说 这是一个小的区域吧 假设说 它是一个5乘5乘5乘3的区域 对这个区域啊 咱们提取出来了一个特征值吧 这个特征值就对应着 咱们的特征图上的一个位置 那么咱们给看啊 就是说 咱们刚才说了 就是说 一个filter能帮助咱们得到 这样一个特征图吧 咱们来看右边 右边好像来说啊 有两个特征图吧 有两个这样的板子 那么这样的板子是什么 这样的板子 就是咱们经过卷积完之后 得到的一个结果 大家可能好奇啊 就是说 刚才我不是说 这个卷积完之后啊 是得到一层特征图吗 现在你为什么 这块给我画出了 两层的概念啊 这块有一个 28乘以28乘以1的 然后呢 它后面啊 还有一个28乘以28乘以1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啊 咱们刚才说了 咱们是找一个助手 帮咱们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 咱们能不能多找几个助手啊 假设说 咱们现在 有filter1 咱们的filter1助手 帮咱们提取出来了一层特征 然后呢 咱们能不能有这个filter2助手啊 咱们可以多指定几个助手 帮助咱们 在原始的区域上 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吧 也就是说 这里咱们在进行卷积的时候 可以指定filter的个数 比方说 咱们指定了两个filter 那么你最终得到什么 你就得到了两个特征图 这两个特征图呢 是不一样的啊 就是说 咱们拿这个A特征图 和这个B特征图来说吧 这个A和B啊 其实来说 它们之间啊 没有什么关系 A特征图是对应着filter1助手 给咱们提取出来的特征 B特征图呢 是对应于这个filter2助手 给咱们提取出来的特征啊 就是说 咱们可以啊 多设置几个filter 让这些filter呢 帮助咱们提取出来 不同的特征 咱们把提取出来 这些特征啊 压缩到一起 就得到了咱们最终的 一个卷积之后的结果 咱们给看啊 就是说 现在得出来的结果 是一个28x28x6的 这个28x28x6 代表一件什么事啊 代表了就是说 咱们现在有F1 有F2 一直到F6 咱们有6个filter 帮助咱们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 这样来说呢 咱们最终啊 是不是得到了6层特征图啊 咱们把6层特征图 堆叠到一起 就得到了咱们卷积啊 就得到咱们卷积层的 一个输出的结果了 大家现在可能好奇啊 就是说 哎 这有个32 这有个28 这两个值是怎么算出来呢 一会儿咱们会再去 再去说啊 这个38 怎么得到这个32 怎么得到这个28 现在啊 大家对这个卷积层啊 就是说 这个卷积操作 是不是有了一定的理解了 其实呢 这个卷积的操作啊 就是在咱们的原始的输入上 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 一个特征提取 它是怎么提取的 一个小区域 一个小区域的进行 这样特征的提取 一会儿呢 给大家看卷积的计算过程中啊 大家就可以更直观的了解到 这个卷积 究竟是一层怎么回事的 究竟啊 它是怎么回事了 好 那么下面啊 咱们再来说一说 就是说 其实来说啊 咱们这个卷积 不光能在咱们的输入层上 做这个事啊 咱们现在说 这个32x32x3 是咱们输入的一张图像 然后呢 第一层卷积啊 我们看 这是conver1 这是第一层卷积 咱们的这个第一层卷积 是不是说 在咱们的原始图像上 进行一个卷积了 咱们得到一个特征图 咱们现在啊 是不是得到了一个 28x28x6的一个特征图了 然后呢 咱们对于这个特征图啊 还可以进行一个卷积的操作 比方说 这个28x28x6的 后面我再接一个conver2 接这个conver2的意思呢 就是说 咱们在得到的特征图上 还是可以进行一个卷积的操作 怎么样进行卷积的操作啊 跟咱们之前讲的是一样的 在这个特征图上 在这个特征图上 再进行一个小区 一个小区的特征提取 再把它分成很多个小窗口 对于这每一个小窗口呢 再进行一个特征值的提取 提取完特征图 提取完这个特征值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得到了 第二个特征图了 它是一个24x24x10的 也就是说呢 咱们这个卷积操作啊 不光能在咱们输入的 比方说 这个图像输入上 进行提取特征 也可以在卷积的结果上 比方说 在这个特征图上 也是能进行一个 卷积的操作 咱们来看 这个6是怎么得来的 因为咱们在这里啊 选了6个filter 所以说 这块得到了6个图 在这里啊 咱们选了10个filter 是不是就能得到10层的特征图了 下论6号标min象就能得到8个图像是纷远的 123号刷新的